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就是给这个图片添加效果 首先呢 我们选用滤镜中杂射效果中的添加杂色 给它添加一个杂色 这里呢 杂色就是要选为单色 而且我们的杂色的数量不一过大 设置为20% 然后平均分布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 我们不要就是那种数量过大 黑白分明的 就是太黑的 然后这里呢 在调整图像下 调整中的这个值选项 在这里呢 大家把就是下边这个小三角 挪到右侧一点 这样呢 就可以就是直接加深图片中的就是黑点 如果不加的话 刚才是灰点 当我们点出了这个赞 就是在这个滑标 没到黑色的时候 它是看不见的 然后挪到后边 挪得越往后 它黑的越多 就是这些杂色就越多 啊 我们稍微多 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 凭你自己感觉吧 我就要212这个数量 点击确定以后 然后 接下来呢 就是我要给这些小点都连成一起 这里呢 就需要模糊中的动感模糊 因为动感模糊呢 它是有方向性的 把九度调为九十 上下的 然后调整它的像素 我调为三百四 当然 就是你根据你的那个就是点的 就是你刚才杂色 用那个法值选项 就是调整中的那个法值选项调整的那个杂色 然后去调整你这个动感模糊中的距离的这个像素 算了 整个整是三百五吧 点击确定 这样就会出现现在的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呢 这里呢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它是什么 它呢 就是我们爆破的那个小尾巴 小光 然后 大家跟着我反向它 这样呢 就出现了这些白道 这些白道就属于那些 爆破以后产生的余波中分散出的小股能量 就是这样 接下来给它添加一个涂层 在这个涂层中呢 首先选择就是渐变工具 选第一个黑到白 然后在这里呢 大家拉一个就是 然后 拉一个这样的 就是揉上到下 黑白过渡的一张 就是 就是 渐变图 当然 这个渐变图我们需要就是给它 和下面一起产生效果 这样呢 就需要我们更改它的混合模式 为绿色 这样呢 就可以看到底下的这些小条了 就把我们底下的白条过滤下来 然后合并涂层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需要就是 爆炸嘛 它是向四周发散的 如何让这些笔直的 就是并排站列的这些竖线 呃 成一个放射状呢 就需要我们到滤镜下 选择扭曲中的极坐标 这个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点击确定 这里呢 选平面到极坐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 数值在底下的那条道 就变成了向外发散的一种效果 一种爆破的效果 然后 现在 大家 跟着我把前景色换为背景色 快捷键是X 可以直接按一下 主要是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前后背景色相反 然后 给它镜像模糊 模糊中的镜像模糊 然后呢 这里大家点击缩放 一定要点击缩放 然后 调整它的就是 这个 数量 调到最高值 点击确定 这样呢 它的边会产生一种虚化的效果 我返回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外边这个黑的部分 也是就是 更加的变成虚了 变成一种就是 穿透的效果 你也可以就是 把这个加一个五颜六色的颜色 变为一种 穿梭时光的感觉 而中间这个白呢 就是我们穿梭的尽头 就是这样 给它 该给它变变颜色了 因为爆破嘛 是红黄夹杂的 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变成一颗红色 怎么变呢 选择色相和饱和度 这里我给大家就是 想好的一个数据 首先呢 把左色勾上 变为黄色 需要它的色相为45 这是一个黄色的色相 然后呢 调高它的饱和度 让它的就是这个黄色更明显 70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有点过于亮 那么我们就需要 调节我们的就是这个 明暗度 调节明暗度的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中间的这个光点呢 光圈呢 也会随着我们的调节而变小 它的就是最外边的这一道呢 还是在外边 只不过中间的主要中心 变小了 不像这么白了 稍微调节一下就行 这里呢 我给它调节成-10 确定 这样呢 我们就是 这个爆破的效果呢 就已经出现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如何的就是使这个里面 出现那种云雾蒸腾的感觉 大家跟着我一起新建一个文件 就是新建一个图层 点击滤镜下的就是渲染效果中的 云彩效果 添加完云彩效果之后呢 我们Ctrl加F几下 调整 调节出一个就是 文理比较多的 就是一个云彩 哎 这里你按几下 就能出现 所以呢 这些都是需要凭你感觉 找一个自己好看的 当然 这个图把我们下面的这个背景盖住了 需要做的就是把混合模式更变 为颜色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就是这个压云的效果已经出现 你应该可以看到 可能是我这个图呢 有点亮 这个图呢 太亮 但是我这个 烟云的效果确实已经出现 我现在呢 重新的就是 给我这个图 调节一下它的黄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云彩的效果是不是就是 更加的那个 明显了 哎 纹理 然后 再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图层衣中 回到我们的图层衣中 做云彩的这个 给它来一个渲染中的分层云彩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哎 云彩分层之后 这些纹理就已经出现了 伴随着我们的这个就是 啊 四散的这个 哎 小光 像不像就是一个爆破的呢 像不像就是一个爆破的呢 然后呢 就是 你可以 这里呢 你可以Ctrl加F 分层云彩 重复分层云彩的步骤 可以找一个合适的 哎 越整它纹理越多 你可以看一下 找一个合适的 怎么做都可以 像不像爆破之后 那种火光冲天的感觉 这里 这里 这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讲的就是 爆炸以后 就是蒸腾的效果 希望大家能回去 就是 随着自己的感觉 找一个 就是你 啊 合适于你 那个美观的 就是图片 就是做一个漂亮的 好看的图片 好 本节课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听由21互联远程教育网推出的Photoshop讲座 好 没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